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太棒了! 肖战新剧再获好评余生预告片达4.5亿次播放。 近日,肖战新剧王牌部队被北京广播电视报社赞扬,充分肯定了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一野这一人物形象, 并客观中肯的评价,故意也、学霸、机智、陈卓、胸中秋鹤,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 许多妈妈看到这一评论都赞扬肖战,我已经把肖战当成是自家的干儿子了,乖巧、懂事、处编不惊、陈卓冷静。 肖战是一个牢记使命,不忘初心的优秀演员,只是现在肖战出演的影视剧作品, 还有点少。即便如此,肖战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明星艺人,能有这样的演技和突出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。 我们应该肯定肖战的付出和努力,也应该给他多打气、加油。 毕竟,在当今鱼龙混杂、尔虞我诈的演艺娱乐圈,肖战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品德文化修养,立足于演艺娱乐圈。 可见,肖战有灵性、有才华、有吃苦耐劳、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。 在新剧王牌部队中肖战扮演的顾一野这一人物角色,也体现出了顾一野的使命担当, 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退缩、不坐缩头乌龟。 宁可前进一步死,绝不后退半步生我,是为了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。 这才是我的荣誉。 这是肖战的原生台词最经典的两句,质地有声,把一个军人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许多粉丝观众看了肖战的新剧王牌部队都说,肖战出演的顾一野这一人物角色, 跟以往温文尔雅的人物角色相比反差太大了。 其实,反差大就对了,一个优秀的演员,就是什么大小角色都能适应, 什么人物性格的角色都能驾驭,都能演,这才是一个性格多变的好演员。 大家爱肖战的目的部都是想看肖战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, 听从肖战的号召,做一个向阳而生,乐观自信,努力上进。 慈悲畏怀,乐善好施,充满正能量的好人吗? 值得一提的是,据悉,肖战与杨子一起出演的新剧《余生》, 请多指教有望在2月14日情人节空降首播, 至于是不是真的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 肖战作为当红顶流,在演绎娱乐圈的名气太大, 一些新剧都不敢再提前官宣预热,就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 既然是这样,空降首播也挺好,新的一年, 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,也是为了沾沾肖战的喜气和运气。 肖战与杨子一起出演的新剧《余生》, 请多指教为播鲜活,预告片达4.5亿次播放, 这样的播放量,让人着实有些不可思议。 如果余生,请多指教正式上映首播, 那播放量突破50亿,直逼100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 想必,大家都期待余生,请多指教快点播出, 倘若不是受下半年国家对犯圈文化清朗整治行动的影响余生, 请多指教早就播出了。 不过,没关系,早播晚播都一样, 只要是肖战出演的新剧, 持一点欲见,也不错。 林之孝回忆说, 顾卫最打动我的, 是他自始至终对于这段感情的态度, 干净、坦诚、尊重、以及完整。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, 顾卫的家人是盼着他早日成家的, 但是他从来没让我暴露, 在这些压力之下。 多少30家的男人遇到个姑娘都想尽办法赶紧往民政举拐, 她有很多的理由和我速战速决, 直奔小红本儿去, 但是她仍旧选择按部就班专心恋爱, 好好的经营一段完整的感情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